153拐 准备试语救生圈 海上雾茫茫一片 金融与海域发生船难 好几个人站在翻覆的渔船上 等待救援 就在12号下午3点多 一艘渔船在金融与西方 一海里处 疑似跟货轮发生了碰撞翻覆 船上有7个人过海等待救援 海巡署第二巡防区指挥部 获报立刻派员前往现场 有一艘基隆级渔船 在基隆与西方一海里 遭到一艘破了碰撞翻覆 船上有7个人等待救援 巡防区立即指挥 基隆海巡队及第二岸巡队 基隆与案件所前往救援 基隆海巡队立即调派 线上巡防艇赶往现场 而同样在基隆与海域 11日上午一艘捕埋渔船 在搜网时被强浪打到 冬雨西南方0.2海里处 驻交搁浅船身还进水 船上有5个人受困 海巡队获报之后前往现场 不过到场时发现 这里水深太浅 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巡防艇抵达现场后 发现新船已经触礁 船体有解体之余 巡防艇因水深不足 无法靠近 经现场指挥官 停估海流正往巡防艇方向游动 远请新船人员 夺救生衣汽船 并借由海流飘向巡防艇 巡防艇陆续将5人顺利救骑 幸好两起海上意外 在海巡员抢救之下 人员平安上岸 送衣之后没有大碍 近期受到农民影响 能见度比往来得低 船只出海前 还是要注意天气状况 记者黄沙明已有报道